这个男人从外面捡回了两只小猫 这也太可爱了吧 他给黑色公猫取名叫小黑 给黑白母猫取名叫小小 然后就丢给了弟弟大熊 可大熊根本就不喜欢猫 但是寄人篱下只好勉强答应 他是一名拳击手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需要经常补充身体营养 然而只要一打开冰箱 身边总会围着两只猛兽 他也只好妥协 趁着他们喝奶的功夫 趁机玩他们的尾巴 而等到他准备睡觉时 两只猫咪立刻钻进他的被窝 好不容易赶走 他们又跑到被子上 吵得大熊睡不着觉 然而这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 地上总会有一滩小便 甚至一不小心还会踩到奥利给 而他只能一边抱怨 一边奋力铲食 终于他忍受不了了 一把抓住小小 可小小舔猫属性全开 又让大熊心软起来 然后就吓了黑口 可小猫们还是喜欢黏着他 这让他每次出去训练时 都要回去看看小猫有没有跟来 就这样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生活也变得温馨起来 但是大熊却在一场比赛中受伤 这导致他的视网膜破裂 彻底告别了拳击手职业 大哥看他意志消沉 便给了他一些钱 让他出去放松放松 当他玩了一整夜回来之后 大哥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原来之前让大熊出去玩 是为了不让他打扰二人世界 而现在他要搬去和女朋友一起住 临走时还将小小和小黑留了下来 现在只剩下他们相依为命了 可大熊看着自己的存款 可一大堆要缴的水电房租费 露出了痛苦面具 窘迫的他甚至都开始吃起了猫粮 可这天大熊回来后 却久久不见小猫的身影 他立刻出去寻找 最后在公园里找到了他们 身边还有一位美女 他说要给猫咪做绝育 否则问题会很严重 然而大熊并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还带着他们到处钓龙虾 希望能来一份龙虾大餐 可一转眼 唯一的龙虾就被他们放跑了 这晚上还吃个毛啊 然而回到家后 许多公猫寻的气味跟来了 年幼无知的小小当场就跟去了 只有小黑还陪在他身边 而大熊也是偏心 决心要让小黑成为这一片的猫老大 晚上把他单独关在外面 白天再对他进行特训 完全忽略了小小的情况 而小小已经在外游荡了很久 大熊发现自家小猫谈恋爱了 立刻就把他带去医院做绝育 否则万一剩下小猫咪就完了 可手术费要两万日元 这下彻底把他榨干了 而小小自从做了绝育 所有的公猫都离他而去 每天也都不再出门 只是忧郁的坐在窗前 思考接下来的猫生 而小黑也性情大变 每天晚上都要出门 早上再伤痕累累的回来 大熊只好带他去医院检查 最后还给他套上了耻乳圈 可这依旧没能阻止小黑 伤一好就出门干架 大熊看着小黑这么努力 自己也不能拖他后腿 于是就找了份幼儿园厨房的工作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 之前在公园的美女 他不得不感太缘分的奇妙 生活似乎又燃起了希望 而在这段时间里 小黑也征战四方 俨然变成了这一片的猫老大 早上回来的时候 还会给大熊带爱心早餐 他找到了美女同事 高兴的说这是猫的报恩 可却被告知 他只是在教地位低下 又弱鸡的对象捕猎的技巧 知道这些的大熊气冲冲的回到家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一只猫看扁了 他拿出自己的珍藏 决定要发奋图强 于是立刻跑步出门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穿过马路小巷 最后来到一家文具店 买好了笔和墨水 准备开始画漫画 他要用漫画成为世界冠军 说干就干 他立刻开始动笔 彻夜不休的画漫画 猫咪们也都很听话 从来都不打扰他 以至于在工作的时候 他总是心不在焉 在经过了半个月的奋斗后 他的第一部作品完成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小黑破坏了 他正想发火 可却看到小黑无精打采的趴在桌上 他立刻就把小黑带到医院 果然情况很不好 由于经常和野猫打架 导致他患上了多种病毒感染 已经无法医治了 回去的路上 大雄十分自责 要是能早点带他去绝育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而打击还远没有结束 他的第一次投稿并没有入选 明明很失望的他 却还安慰着生病的小黑 说他不会这么轻言放弃 我想小黑也是这么希望的 于是他又开始熬夜画漫画 小黑和小小也在无声地支持他 生活不知何时才能迎来希望 终于强撑着的大雄忍受不了了 这只黑猫从外面回来 还给主人带来爱心早餐 而现在小黑病了 大雄顶着生活的压力 还要每天清理他的排泄物 刚打扫完却又踩到了他的爸爸 他终于忍受不了了 刚吼完他就后悔了 看着小黑强忍着痛苦 还轻力地舔他 所有的怒火都化为乌有 他抱着小黑痛哭起来 久久等不到出版社回复的大雄 开始自暴自弃 将辛苦创作的漫画撕碎 就在这时 平日里总躺着的小黑 在今天走出了家门 他又走过以前散步的路 像是在怀念什么 又来到曾经玩耍的地方 直到傍晚才回家 回到家里就痛苦地躺在地上 再也走不动了 而大雄一直守在他身边 小小也在不远处陪着 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小走了过来 似乎是在跟他告别 小黑终究是没能扛过病痛 等他走后 大雄总是呆呆地望着电视机上 那是小黑最喜欢的位置 小小感受到大雄的情绪 懂事地走过来陪他 这次就只剩下他们了 大雄将这件事告诉了美女同事 在他的开导下 他的心情得以缓解 可对于生活依旧十分颓废 回到家里就呼呼大睡 而小小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晚上 大雄在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小黑 仔细一看 居然是小小 他想去跟小小玩 可小小却跳到了漫画上 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小黑 也找到了创作灵感 他来到书桌前 画出了一个卡通小黑的样子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 他们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从第一次相见到第一次为他们吃东西 他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再到他们一天天长大 总在房间里快乐的玩耍 到最后每天都黏着他 他又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将关于小黑和小小的一切 都记录在了漫画里 在这里的小黑 应该会继续快乐的活着吧 最后他和小小将漫画记了出去 这次的稿件被出版社选中 大雄也走出了阴霾 似乎要谈恋爱了 吃着女神亲手做的便当 还提醒小小要注意营养均衡 小小听完难得的走出家门 先是来到公园 再来到树丛里 像是在找什么 直到傍晚才回家 他走到大雄身边 放下了精心准备的爱心晚餐 然后就安心的依偎在他身边 或许在旁人眼里 他们只是普通的宠物 但是对我们而言 他们是特别的 他们不会说话 可却什么都懂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 做更好的自己 我是东方 感谢收看 别别别